国产高端疫苗上月23号开放全国施打 高雄市医院黄杰也带头接种 没想到直接连收到两封恐吓信 黄杰拿着这两封恐吓信 强调每个人都有决定打什么疫苗的权利 面对威胁绝不姑息已经完成报案 他也说疫情当前病毒才是敌人 希望批斗疫苗风气到此为止 除了说要检举我之外 还有一些性收入 甚至是说用非常过分的言辞来辱骂我 国内这种风气已经 已经是就是违背了 已经失去理性了 高雄市警局受理报案 经见识人员初步采证相关物证 已经锁定记性男子 因为信件上该男还留有地址 警方寻线到台南找到他带回征讯 理清犯案斗机依法侦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